为了落实与信义乡共荣计划 台大实验灵灌处在沙里县领导 替东浦武士家族老部落礼碑 让布农族人感到惊喜又感动 台大实验灵灌处特别举办简单又隆重的街杯仪式 宣示要和布农族人维持友好的立场 也和族人手牵手 共同维护山林的自然生态 前往信乡东浦村 武士家族的老部落会先经过沙里县瀑布 然后走到领导就会来到市野开过的老部落地点 武士家族也召集亲人前来举办相争仪式 除了感谢台大实验灵馆处以及预馆处的帮忙 最重要的是强盗原住民对于土地的立场 这把仪式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是第一步的一个旅程 那我们整个家族的一个理念 取得这个共管的这个潜力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就是要使用这个土地 因为土地永远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母亲 这次第一杯宣导活动 台大实验灵馆处可说是尽心尽力 除了主动建造这块记录 五十家族过去轻移历史的纪念碑 更强调台大实验灵愿意配合原住民对着传统土地权的重视 我们真的是就是不分彼此一家人 共同共利 我们一起去开创美好的未来 我相信我们不是只有一年来一次跟祈祷过生日 我们也不是一年来一次这边接个牌 我们会永续的跟我们新一乡的原住民共同来合作 然后进行所有的相关的事情 来让新一乡更繁荣 新一乡东北村五十家族的老部落 虽然与其没落 但五十家族都抱着要重新发展的信心 所以是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将这块土地的权力 和行政范围来简单化 有台大实验灵来管辖 也有原住民保留地 然后是有人民会县政府跟相公所来管辖 也有瓜公园这几个行政区块 所以在这个土地的利用部分是有点复杂 是让他们有一些在土地的使用方面会有一些问题 难过就是因为这个区域行政企业还是同富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你们也要帮我们征集这个区域 把它推给我们东覆这个区域 唱着属于五十家族的丰收歌 诸人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在老部落地边才是一个开始 未来将继续推动老部落的重新风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